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话就像车轮上的润滑剂一样 同样一句话说好了是艺术 令人舒服 说不好就是刺耳的噪音 并且说话时的表情不同 话的意思也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方说带着微笑说 这件事真好 表示赞美 凶巴巴地说 这件事真好 表示讽刺挖苦 因此掌握说话的技巧是混迹社会时必修的功课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会这样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放牛郎时结识了一些穷朋友 他称帝后一位穷朋友来找他 开口就说 皇上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一起放牛 你因为偷吃青豆被噎了 还是我救了你呢 朱元璋一听这话 勃然大怒 直接下令 这是个疯子 拖出去砍了 第二天 另一个穷朋友近见 和朱元璋说 皇上 当年微臣跟随你踏着青牛去扫荡卢州府 打破了贯州城 汤元璋在逃 你却捉了窦将军 洪海尔挡在了咽喉之地 多亏了蔡将军击退了他 那次战斗 我们大获全胜 朱元璋一听这话 龙颜大悦 立即把这位朋友封为御林军总管 其实 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 但是后者懂得说话之道 既能把事实说清楚 又不至于丢了皇帝的颜面 因此得以平步青云 可见 表达能力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会说话的人会获得比别人多的机会和人脉 第一 话语不多却能抓住要害 有的人说话语速很快 话锋转弯很及时 也能够抢到话筒 但是他却被人认为是泛泛而谈 大家和他一起聊天 简直是浪费时间 有礼不在升高 也不在话多 更不要强词夺礼 东晋著名清潭家刘尹 给人的印象是卓尔不群 非常清高 有一天官员们围坐在一起 阴中均问 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天性 这是无心之举 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坏人多 好人少 一时之间没有人可以回答 刘尹站起来说 这就好比把水倒在地上 到处散开 很少有圆形或者方形的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一个地方有了一个坏人就可以把整个局面破坏 而好人的形象 需要很多年才能树立起来 刘尹抓住了事情的根本 说中了要害 因此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对他赞叹不已 故事后 很多诗人依靠某一首诗 或者诗里的某一句 让自己流芳百事 现在也有很多歌手 一辈子就唱一首歌 名气一直居高不下 话多不一定是好事 能够言而有信 出口不凡 才能以依当时 第二 坚持观察 做好发言准备 如果你在单位上常常参加会议 就会发现 最大的领导总是最后说话 并且说话不会太多 却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不是他有特别的能耐 对单位上的事情样样精通 而是他让所有的下属先开口 他一边听 一边做记录 把所有人的话都梳理一遍 结合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自然就不同凡响 鲁迅先生说过 此后要创作 第一需观察 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 但不要专看一个人的作品 以防被他束缚住 必须博彩仲家 取其所长 这才后来能够独立 事实上 说话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你打好了副稿 罗列了观点 再用生活中的现象 过去的事实来佐证观点 也就特别有说服力了 一个人的观察力越强 越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而拒绝被表象迷惑 同时 我们还要通过观察对方的动作和表情 找到最合适的说话时机 在我国历史上 乾隆皇帝的宠臣刘雍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有一次在向刘雍陪乾隆聊天 乾隆那天的心情不太好 一脸的阴霾 他感慨地说 哎 时光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我就快成了老人家了 刘雍看看皇帝一脸的感伤 于是说 皇上 看您这风多 这派头 您还年轻嘞 我是属马的 今年四十五岁 已经人到中年了 乾隆摇摇头 看了一眼刘雍问道 刘爱卿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刘雍毕恭毕敬地回答 回皇上 我是属驴的 今年四十五岁 乾隆听了觉得很奇怪 同样是四十五岁 为什么朕属马 爱卿却属驴呢 回皇上 皇上属了马 围臣怎敢也属马呢 只好属驴咯 刘雍俏皮地回答 好个伶牙利齿地流罗锅 乾隆哈哈大笑 愁容尽散 如果我们学会观察对方的脸色来洞察先机 知道对方的想法 就算对方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心里也不必惊慌 可以在心里有所准备 事先想出化解的办法 或者通过观察对方的反应 妥善地安排自己的进退之策 把话说在适当时机 就能说进对方的心坎里 第三 常常低头才能赢得尊重 看过一个笑话 一个主播拿着话筒 走进玉米地问一个农人 你喜欢吃苹果吗 农人对着镜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名人了 愉快地说 我喜欢 主播拿出一个青苹果问 这样的也喜欢吗 农人说 太酸了 不喜欢 主播嘲笑了一句 你不是说喜欢吃苹果 难道青苹果不是苹果 农人一脸尴尬 再也不答话了 场面一度冷到了极点 刁钻的话可以让一个人赢得辩论 也会让一个人失去休养 被人唾弃 学会低头 让别人赢不是愚蠢 而是比别人更加聪明 正所谓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台湾著名主持人曹启泰说 人的心胸要够大 要装得够大 不必跟世界有这么多的摩擦和争辩 把心胸放宽了以后 你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只是风景 人与人交谈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口舌之争 如果你不服气 那么就变成了狡辩 你赢了 对方不舒服 你输了 耿耿于怀 只有心平气和的对话 才能求同存异 产生共鸣 所有的争执都是毫无意义的 即便是一个雄辩家 也会常常低头 因为辩论的目的不是吵架 而是追求真理 第四 心态很好 不被任何言语激怒 有人问 愤怒有什么用 有一个学者说得好 愤怒就是愚蠢的开始 后悔的结局 当你非常生气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别人立马就会躲开 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 非常理智的人 却能够用礼貌的语言 把丑态丢给对手 有一次 演员贾玲到成都 宣传自己的电影 有观众问 你看我们差不多大 我都有两个孩子了 贾玲你呢 还说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话 太伤人了 幸好贾玲没有生气 回应了一句 你都有两个孩子 要不你给我一个得了呗 话干戈为欲博才是明智之举 愤怒不过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 毫无意义 静下心来 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 也可以经过思考 照到洁净 起码不会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会说话的人 言语一定是温柔而有力量的 有温度而打动人心的 关系学大师卡奈基认为 如果你想让别人赞同你的想法 切记要这么做 同情并理解他人的想法 任何时候 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然后反思自己 那么一开口就引起了共鸣 从今往后 好好说话 良言暖三东 美言赞美言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